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谢波导演呢也是费了心了 我还有李玉刚老师 我们三个人把这个老的小品重新又分析了一下 那何韵伟呢我跟他还比较熟 原来在一起就合作过 但是呢演小品是第一次 这是我艺术生涯当中出道以来演的第四个小品 所以呢在演小品的这条路上 其实也是一个锤炼自己演技的这样的一条路 跨越性很大 余刚老师呢一般都是演这个侍女 你像杨贵妃啊 是吧 那个鱼姬啊 非常大气高贵的这个女士 那种舞蹈是古典舞 那么这次的舞蹈呢 融入点很多现代 所以说对余刚老师也是一种挑战 其实难度蛮大的 因为这里面宰歌宰舞 甚至有些都不是我擅长的那个领域 敬歌敬舞 那这一次也希望在江苏卫视能够把它完美的呈现好 更重要就是用我们这个欢乐 把我朋友们让他们开心 更好的工作 更好学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